国内事业废弃物也埋场越来越不足 环保署规划要利用废弃物填海造路 这项称为南星计划的政策 已经启动政策环评了 今天告高雄举办公厅会 不过环保团体以高雄南星计划种种弊端 质疑填海造路可能造成环境污染 现场批评声不断 质疑南星计划填海造路已经造成污染 附近居民和环保团体联媒抗议 还比对历年环境资料指出 南星计划从99年填入中钢炉石之后 抵尼中的铅和拱这两项重金属含量 飙高近300倍 希望高雄市长陈菊停止这项错误政策 根据统计台湾每年产生380万至700万立方 无法再利用的事业废弃物 环保署为了解决无处可堆滞的问题 积极规划要利用废弃物填海造路 但是住在南星计划区附近的居民 在公厅会上拿出最近在填海区发现的 一次医疗废弃物 质疑政府在执行面上根本无法管控 到底有哪些东西被填入海底 也有环保团体批评 环保署根本没有仔细评估 废弃物填海可能造成的影响 环保署认为为了避免事业废弃物的处理 妨碍经济发展 填海造路是必须推动的政策方向 另外也会考虑多开几场公厅会 聆听民众意见 记者 东方陈显坤 高雄报道